先讲讲美国和澳洲主导的13国联合军演 两年一度护身军都的军演 今年有13个国家参加 除了是参与数量的国家最多一次之外 演习的覆盖范围也是最广和复杂程度更加高 华以加日报直言 华虎现在是试图阻止北京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 所以不断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联盟 并且提高美军和军事伙伴无缝协作的能力 2005年首届护身军都演习只有美国和澳洲两个国家参加 今年除了日韩参加大骨骼军演之外 德国亦首次派员参加 其余还有包括加拿大、法国、印尼、纽西兰、英国 由于南太平洋一大成为美中角力的焦点 包括巴布亚、新基内亚、飞制和东加等等这些军队也参加 令整件事非常受众目了 这次还有印度、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 作为观察员参加 美国陆军保障司令部今年一月曾经针对护身军都 进行那次兵棋推演 测试是否确保演习时所需的大量军用物资供应 《环球时报》旗下的军事微信公众号 《苏密院10号》特别指出 从美国陆军提供的兵推图片来看 今次护身军都涉足的美军物资处备 涵盖了中国周边的所有重要地点 包括南韩、日本本岛、沖城、关岛、新加坡、牙威尔等等 令到应付东亚大规模冲突时所需的军事、军用物资 可以从美军的东亚基地直接供应 而不用从本岛或关岛等地方去输入 苏密宇10号《环球时报》的公众号 这个情况令人细思极恐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甚至认为 今年的护身军都以登陆和反登陆作战为主 维护美国霸权劍子台的鬼胎不言而语 《环球时报》将这场特律规模最大的护身军都演证 称为子努府 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美国无法说服所有参与者 为美国的目的而服务 解放军、海军都派出了一艘员号为793的电子偵察舰 天王星号在演习期间出现在昆士兰的外海 以收集护身军都的一些资讯和军演 欧洲国防部联合作战参谋长比尔顿中将表示 欧洲的P8和中方偵察机取得了联系 并且得到礼貌的回应 就说天王星号和中方偵察机的偵察舰的联系 中方偵察舰出现在公海上是一个很正常的互动 所以其实他都没办法指责中国去做什么了 因为澳洲外交官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说美国深知大部分国家都很担心美中关系太紧张 所以近来才积极派出多名高官前往中国北京 至于历来规模最大的护身军都 其实就意味着美国也玩起了和平和战争的两手策略 试图安抚区域内议其他国家 表明美国除了努力和中国沟通降低紧张关系之外 外交上的努力也绝对不会影响美国在军事方面 持续对中国提升威胁力 下个题目会讲讲柬埔寨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去年在6月8日 其实首度证实了中国援助柬埔寨的云酿海军基地的升级改造工程 云酿基地是位于柬埔寨西南部的西哈罗克省的西哈罗克市 面向泰国弯靠近南海和马洛甲海峡被认为是中国蜡烛南海 甚至是让中国军都有能覆盖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 这个重要海上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是云酿基地是至2010年以来的一次一直都是柬埔寨和美军进行训练和海军演习的地点 不过柬埔寨2016年时就与解放军首次举行了金龙联合训练之后 柬埔寨在2017年时就突然宣布终止柬埔寨和美国的合作 2019年美国引泰司令暴陆军的准将玉威尔表示中国要在柬埔寨建立海军基地 《华尔街日报》同时他们也报道了 中国和柬埔寨是达成一个秘密协议 就说中国资助改建换取云洋基地的专属使用权 柬埔寨政府当时就驳斥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就说他们是报道假新闻 在2022年时中方就派着柬埔寨大使出席 《云洋基地升纸改造计划》的开工仪式 他就说中国援助《云洋海军基地升纸改造计划》 符合两国国内法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更加是中国和柬埔寨两国两军友谊的重要象征 中国和柬埔寨官方说法也始终否认 假放军未来会使用为基地 因为减货者的宪法禁止 在本国领土建设外国的军事基地 华盛顿邮报曾经引用北京官员的说法 表示云洋基地虽然不是假放军专用 但基地部分设施的确实会提供中国军队和科学家使用 这个《金融时报》早前前一报道 在Black Sky的卫星照片显示 云洋海军基地的建设目前已经接近原工了 大家可以看看这幅图上面的对比 这个是之前的 这个是现在的情况 我看到其实是建了一个比较大的海港 军港的设施 这个《金融时报》它说到 云洋海军基地的建设目前已经接近原工了 甚至是看下去是可以停泡航空母航的 《金融时报》指出中国海军的规模 虽然比美国还要大 但是要想作为一支能够在世界国际航行的南水海军 解放军确实是需要更加多的海外军事基地和后勤设施 现在继非洲之角的吉布地海军基地之后 中国海军如果有权使用这个泰国湾的 云洋海军基地的话 将增强中方投射海上的南海 亦都为中国提供一个战略的优势 因为前美国情报官员对《金融时报》就表示 美方的内部一直在讨论中国会用云洋基地来做什么 以及云洋基地相比南海和海南的基地有什么优点 曾经任CIA中国军事文堂专家的韦德领 他就认为 如果南海的紧张局势升级 为了这个军事冲突 云洋基地的战略价值就会突典出来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油 否则高达8.85的石油运输都是要依赖水运的 其中大部分也都必须要经过马洛甲的海盒 云洋基地提高了中国海军在战略航到马洛甲海盒附近的作战 中国和美国以及美国区域内的盟友 如果发生任何冲突 马洛甲海盒也将是一个关键的烟头要导 美国最近才和菲律宾的小马洛兹 正前达成协议 令美国人可以使用菲律宾基地增加了四个 蝦志成大学的中国专家麦艾文表示 位于柬埔寨的海外基地将会增加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也说明发展中国家正迅速成为美中军事竞争的角力上 除了吉布地和减负债之外 其他非洲和拉丁美洲恐怕也会卷入其中 但好,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附订石楼台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优化了视频课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也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或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也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致电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布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